我剛剛一直提到錢 那最近有一些 剛剛不是我提到錢 你想故意轉到錢 是我啦 就像傳說好像就是 對 匿名爆料是不是 那我覺得 真的非常的奇妙 就是在今天記者會之前 有人匿名的爆料 然後說這個 所以今天大家可能 我知道大家都很有愛心的 都是為公益而來的 這個只是旁邊的一個小事 然後我也在這邊跟大家回應一下 好不好 那我覺得 我們自己兩個覺得 在今天這樣的回應 剛好也希望大家能夠把 愛奇兒傳遞出去 所以我回應了 那你們一定要 把這個公益 幫我傳遞出去 好不好 那在這邊先跟大家說 第一 過去幾天呢 我們都在拍 爸爸去哪兒的 過年特別版 我希望你們可以去查證 所以我們的手機 是被沒收的 爸爸去哪兒 爸爸們是不能帶手機的 然後呢 然後也非常的辛苦 因為其實錄這個節目 大概睡眠都不是非常的充足 然後我們就 等我真的錄完了之後 發現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我們昨天就要回來台北 然後來參加這樣一個記者會 所以我並沒有接到任何的通知 或者是採訪 所以你們所看到的新聞報導 並沒有經過我來認證或者是講 那只是有人匿名報導 爆料然後就說出來了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非常好 我們現在家也住得很舒適 小泡芙 小雨恩 小三三也不會露宿街頭 而且他們都很健健康康的一直活著 那我的工作呢 最近更是滿檔都還滿順利的 所以呢 我相信我也可以有能力 養他們讓他們能過一個很好的生活這樣子 雖然我們並不富有 但是我們很富足也很幸福 所以我們沒有住豪宅 我房子比較便宜一點不好意思 但是我們依然過得非常的好也快樂 所以請大家不要擔心 也謝謝大家的關心 然後我覺得這個巧妙的事情發生的時間點 真的就是轉換來到愛奇兒336 3月17號這個活動 我們成為愛心大使 所以我覺得也真的是一個巧合 所以藉這個機會 謝謝大家 謝謝媒體所有的來 然後我也在這邊跟 我們可能好久沒有聯絡的人 也都打電話 聽說跟我媽媽或者跟我岳母說 從國外打來的朋友講說你們沒事吧 那當然我們今天我們非常好 謝謝你們 然後也謝謝大家的關心 所以是只有小孩生外三胎 房子沒有三胎對不對 什麼都要三胎對不對 那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我只是要讓大家 大家真的很放心 因為我只要 你知道我想了 我本來要回應 但我覺得我只要回應 這件事情就會一直 朝這樣的方向去走下去 我不想浪費大家媒體的這些資源 來在這些八卦的事情上面 所以我希望能夠把這樣的資源 放在真的有需要的家庭 跟愛奇的家庭上面 這樣我們兩個OK了 我們我們就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感謝感謝你們 所以這邊是要說那個爆料是不實的嗎 我覺得這樣子 我不多做這樣的回應的 我的回應就是剛才的話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幫我把這樣的話傳遞出去 所以我們房子也會住得好好的 所以你們也會看到 那我相信我也有能力讓我的家人 住的房子好好的 謝謝 所以剛好之前 你還在還貸款嗎 房子貸款嗎 對 房子貸款也可以問一下 應該貸款都不會有持久 所以謝謝大家的關心